现在不找民众翻报纸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到有业者会打出 不想喝的酒可以换现金 这样的广告 原来是因为进来把台湾老酒 转手卖到大陆 已经成了热门生意 同一瓶的酒呢 一样的酒台湾 大陆这样价差是可以差到两三倍 而且初步估计这个不用发票 免报税的老酒市场 至少每年银饿额有十亿元以上 台北街头买卖老酒的店家 一家一家冒出来 报纸上收购老酒的广告 更是随处都有 原因就是今年在台湾收购老酒 转手卖到大陆 已经成了热门生意 每年商机估计至少十亿元 台湾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 因为同样一瓶酒 在大陆跟在台湾的价差 有时候甚至可以达到一倍 或好几倍的价格 那收购以后 它透过小三通进去 因为可以减轻到一些税服那些问题 到那边马上就有人接受 民众家里不喝的老酒 可以换现金 但到底收藏什么样子的酒 才有增值空间 老酒买卖的专家说 收藏金门高粱增值空间最好 目前市场上最好的就是 原平成年高粱 如果以68年出厂为例 当年卖250块 现在收购价12000 已经翻了50倍 其次的是原平成年大 当年定价300元 现在市场已经喊价到近万元 另外扁平成年高粱 58度金门高粱酒 也被认为相当具有收藏价值 年混业酒的 那越稀少的东西 那当然是价差越大 再加上它不同包装 不同年混 这几个运输起来 大概是这样 洋酒方面 老酒业者认为 威士忌增值空间最好前三名 第一名是麦卡伦 10年前卖750元 现在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 高人骑士格兰多纳 则分立23名 白兰地前三名 则依据是轩尼斯 马跌利水晶平白兰地 但保存酒的完整度 也决定价格 想借此赚取利润 还是有些妹妹嘎嘎得注意 中间新闻 去小贝周聪玉台北报道 小贝周聪玉台北报道